一个工头指挥工人清理烟囱里的垃圾 可他万万没想到 镜头里面清理出一具被烤干的饰品 5秒后NCIS赶到现场 干尸身上没有任何能证明身份的东西 通过本地失踪人口比对 也没有发现与无名男士匹配的数据 由于尸体被烟熏的原因 体表的腐烂程度并不能确定正确死亡时间 法医从尸体的牙齿判断 尸体至少已经死亡5年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查不到死者身份的原因 艾比在指纹库中 找到两枚相匹配的指纹 然而正当艾比准备提取指纹信息时 更让人不解的是 指纹库中的数据开始删除 而上次这么干的还是FBI 看来又有人不愿让他们知道尸体的身份 好在艾比通过反追踪 查到了删除指纹的系统 对方果然又是老对手FBI 显然这具烧焦的尸体 牵涉到FBI调查的案件 就在这时 法医却有了惊人发现 那具干尸的体内竟有一节人类的脚趾 FBI的弗内尔表示 他们已经追踪了死者12年 遗憾的是 直到现在都不知道此人的真实身份 只知道他杀了14个人 而受害人全部都是女性 死者先是麻醉受害者 然后掐死并丢在公路上 更令人发指的是 受害人都被咬断左脚趾 简直就是侮辱变态这个词语 死者最后一次杀人 是在5年半之前 正好对应他的死亡事件 如果他没死的话 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人成为他手下的王宝 让人不解的是 这样一个连环杀手 为何会死在一所学校的烟囱内呢 对此弗内尔无奈地表示 这个人就是一个魔鬼 目前他们得到的线索 只有两枚指纹和一根头发 为了查清案件的真相 两个冤家再次联手调查 艾比根据尸体的面部 开始修复死者生前的模样 并通过修复后的样子 对比失踪人口数据库 很快便从数据库中 发现一名极其匹配的人 此人名叫查尔斯 5年7个月前被报失踪 随后麦基通过系统 查到查尔斯的家庭住址 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 目前还居住在那里 可当弗内尔看到妻子时 却让他大吃一惊 得知丈夫死在学校的烟囱内时 妻子似乎并不感觉到意外 看情形 妻子并不知道 丈夫是一个连环杀人犯 随后弗内尔告诉吉布斯 为何他看到妻子会大吃一惊 因为死去的14个女受害者 都跟妻子长得非常相似 谁能想到自己的丈夫 竟然会谋杀并食用长得像妻子的人 在院子里 托尼发现一个埋藏的头 经过大面积的挖掘后 院子中总共有4具尸体 加上之前发现了14人 也就是说查尔斯杀了18人 不同的是 这4个受害人被他掩埋了 而其他14人却是被抛尸 从妻子口中得知 查尔斯是一个非常好的丈夫 对所有邻居都非常友善 他不相信丈夫会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 本来查尔斯的死 对他打击就已经很大 现在又被告知丈夫是一名连环杀人犯 对所有人来说都很残忍 现在的问题是 查尔斯的死是意外还是人为 好在经过法医连夜检查 终于发现了查尔斯的死因 之前他没有发现查尔斯身体上的伤口 是因为在烟雾的熏烤下 尸体几乎被烤成腊肉 而他的肌肉组织也因为熏烤开始收缩 从而导致原本大的伤口 看起来只是一个小黑点 这也说明查尔斯是被刺中身亡 凶器像是一个冰锥 或者是一板螺丝刀 由于发现的4具尸体都已经变成白骨 法医暂时难以判断出具体死亡时间 只能给出一个大概时间 几年或者几个月不等 但弗内尔却说这些至少5年半以上 因为查尔斯在5年半前就死了 他不可能死而复生 再将他们杀害 法医却表示凡事都要讲证据 不能只凭短诀 更重要的是 一名精明的连环杀人犯 能逃脱FBI十多年的追捕 又怎会轻易让人近身被刺死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杀他的人与他非常熟悉 于是吉布斯开始调查查尔斯的人际关系 可在学校的人都说不认识对方 直到托尼查到一名代课老师 此人正是查尔斯的妻子 显然妻子之前说了谎 吉布斯两人立即对妻子展开审问 并将所有受害人的照片摆在他面前 看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照片 妻子似乎知道丈夫为何会对女孩下杀手 但妻子始终不肯承认 还坚称丈夫不可能是连环杀手 吉布斯缓缓脱下妻子的鞋 果然不出所料 他的左脚与受害人完全一样 在种种证据面前 妻子承认杀了丈夫查尔斯 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 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 知道他们的父亲是一个恶魔 并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 对于妻子杀人的动机 所有人都同情 也理解他的大义灭亲 并表示会在法官面前求情 对他从心发落 但事情真的就是这样吗 艾比通过埋尸处植物的声感 以及周边土壤分析 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果 在挖出的四具白骨中 有一具尸骨被埋在院子里 仅六个月 也就是说 这是查尔斯死后才被埋进去的 那真相就只有一个可能 眼看自己罪行被揭露 妻子随即露出一副 阴狠可怕的面容 而这才是他的真面容 当所有人都以为 这就是案件的真相时 吉布斯最后的一句话 却让案件再次扑朔迷离 本集故事到此就结束 结局也给观众设了谜团 其实从吉布斯的话中 我们不难猜出 查尔斯应该也是凶手 或者更具体说 这是一起夫妻连环杀人案 至于妻子为何要杀查尔斯 应该是FBI追查到一些线索 所以他将丈夫杀害并藏尸 毕竟一个死人 是不能开口替自己辩解 这也能解释在查尔斯死后 妻子再次作案不是抛尸 而是选择埋尸 各位看官如果有不同见解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